好,那要能放上网不是什么影片都可以放上网 所以请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著作权 不要去侵犯到著作权 那要 怎么样子让你的影片可以合法的放上网 那第一个 你可以 可以取得在软体上面其实比较没有侵犬的问题 就是说跟你著作权 就是说 怎么讲你在取得是有著作权的问题 但是呢 你在放上网 影片放上网跟你使用什么软体比较没有关系 那 我使用的大概是这些 Blender 那如果影像处理的话我会使用Dim 如果是做影音转档的话 我会用格式工厂 那如果是要 最后做影片 剪接 我会用MovieMaker 那MovieMaker是Windows那一件的 所以你知道Windows应该就有 不用再去 下载 那 那 如果是材质的部分 我可能会从这个CGTesture上面 去下载 那 像这里也有这个PlanTesture 那这里 他有他的授权的规范 CGTesture 这一个 网站 他本身的授权规范 那 大致上 他 他这边有写 License by CGTesture Between User and CGTesture 然后他允许你做下面这件事情 那他说 你可以 用这些图片做为 电动开发或者是特效啊之类的 然后不需要付 钱 然后 也 可以免除法律责任 然后 他说 在CGTesture这边的 的图片呢 都是由CGTesture这个网站所做的 然后有一些是有其他人做的 那 他同意使用者 这 就是有一些是别人上传上来的但是这上传上来作品都 都同意了这一个授权 他说所有的 这些材质呢 都是CGTesture的财产 都是CGTesture的财产 然后或者是他贡献者的财产 但是 而且是有助就权保护的 然后呢 他说Condition to Use 说 你可以 可以 做下面的使用 一个是 私底下货商业用途 使用在2D或3D的动画 然后呢 或者是在游戏里面 然后或者是 贩卖 3D模型 然后 然后 去 去放这些材质上去 但是不允许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就是 不允许 你去 贩卖或者是 或者是散布这些材质 然后用 Unmodified form 就是 没有修改过的形式 比如说你不是放在动画里面 你是直接拿这些材质去卖的话 那这样子不行 以这个 材质网站而已 然后呢 把这些 图片呢 放到软体 3D层次里面 这个是不行 那或者是 重新贩卖 这些影像用print on demand的方式就是 随选 随选 列印的方式去卖 不行 所以大概他有这些限制 那你不要去侵犯到这些限制 就可以 那 这一个网站是比较 奇特啦 他自己定义自己的授权 自己定义自己的授权 所以 要用的时候要看一下 那这一个是我们 上课的时候 常常给各位用的那个材质网站 就是这个材质网站 所以你在使用他的时候要 注意这一点 那 再来的话是 Planetature 这里有他的授权 你要用的时候要看一下 如果 一般我们会使用cgpature 那第二个是 你在做 奇末作品的时候 应该都会用到声音 那声音有些是你自己的配音 那是OK的 你自己唱那绝对没有问题 著作全能是你 或自己 自己念 那著作全能是你 没有问题 但是 有时候你会使用到音乐 有时候你会使用到音效 音乐和音效是不一样的 音效就是 比如说 爆炸声啊 音效是这种 爆炸声啊 或者是 那种 那种 特殊的 特殊的 自然环境的声音 海浪啊 之类的那些 然后或者是喇叭之类 这种声音 你不可能自己去 去弄嘛 应该大部分不会 那你会去找这些音效来用 那另外 音乐 你可能会放一些 配乐 那这些配乐呢 要从哪里来 Germando是一个 比较大的 音乐网站 就是他有 创作共用授权 那音效这里 BlitzSound是其中之一 那还有很多 吉他的音效网站 那么看一下 这是BlitzSound 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音效 那你每一个 都有他的 他的描述啦 那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来看看 Water in Creek 这应该跟水的声音有关 我们拨拨看 水的声音 有点慢 这是水的声音啦 水的声音 那有各式各样其他的声音 OK那你可以拿去 使用但是 请注意他的授权 那以这个网站的这个授权而言 他这里都有 标示 有一个人的 这种叫做 创作共用的姓名 标示授权 有一个人再加上没有钱的 这是姓名标示 非商业性授权 那创作共用的授权有 有六种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姓名标示授权 这是CC BY 是一个人的 姓名标示授权就是你用的时候你要标示作者是谁 OK 那姓名标示非商业性就BY和NC 就是 把钱化掉的 就是 你可以用 你要标示作者 而且呢 你不可以做商业性使用 不可以卖 不可以卖钱 那 这个BYNCSA呢 就是 你 用的时候要标示作者 姓名 然后呢 不可以做商业性使用 而且要用 同样的 这一个 CC的BYNCSA的方式去分享你的作品 OK 那 这边 姓名标示禁止改作 只要有禁止改作的这个东西呢 各位建议都不要用 因为他就不允许你 放到别的 别的地方把它修改再用 那 相同方式分享这个OK的 这个你就是要标示作者 然后呢 用相同方式分享 而且可以商业使用 就是只要他没有写 没有 没有一个 把钱化掉的 就是可以商业使用 OK 那 刚刚的这一个Freesound 大家看到的 各位应该看到了 他可以下载一些音效 那现在这个Dramando呢 我们看一下 他可以下载一些 音乐 那这边要登录 那你也可以用Facebook登录 我应该有帐号 试试看 OK那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 这边有 我的 认证失败 OK 应该还是看得到 这边有很多 音乐 OK那 最 常 被下载的啊 然后 他应该 我印象中有分类 这是精选 selection 分类 有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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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有分类呢 之前记得有分类 现在好像 或许东西太多了 他已经没在分类 那你可以搜寻 比如说 音乐可以怎么分类 那个叫 各位对音乐 比较有研究 这里Pub 他这边OK 然后 然后 假设你要结事业 那你就 选Jazz OK 这就是他的分类 他现在好像用标记的方式 那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 结事业的作品 那这边 作品上面呢 他会 有授权 这里 这里 没看到他的授权 我稍微点进去一下 这边 这边是可以下载的 那这边是可以下载的 然后 这里 这里他有写他的授权 bync 所以就是 你要造 造成那个 创作共用的授权 标示姓名 而且不能做商业使用 所以要点进去才看得到 其实 这样不太好 应该要 在这边就直接看到授权 是比较好 搜寻的时候好像看不到 好 那这是 Charmando Charmando 这一个网站 那还有 不止这些啦 我这边还收集了一些其他的 这是 Freesound 是刚刚看到的那个 音效还一个 FreeFX 然后这个是在英国的网站 那这个也 会是有创作共用授权 比如说 昆虫的音效 那这边 你可以 下载MP3 看看 这个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动物 驢子 这个是 类似 山猫之类的 Logic Cat 大猫 那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OK 你可以 从这边找 又会有很多啊 卡通人物啊 之类的 这些 那 另外呢 啊 这边 Freesound 刚刚看过了 这里 除了Charmando以外 还有 Free Music Appive 还有 Audio Micro 这些都是 都是 你可以 取得的那个 用来再制的 一些 一些 音乐的网站 OK 那这个是 CCCommunity 就是创作共用 部分 OK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找 那当然各位可能就会有问你啊 我听过的音乐 我 这些我都没听过啊 那你就要配音的时候你不要努力去听啊 那你会想说 那我听过周杰伦的啊 我能不能拿来用 那当然是不行 所以 尽量不要在你的期末作品里面把 那些版权音乐拿来用 那这样子 你的东西就 变成没办法上了 OK 那你就 要佼佼就比较困难 OK 那各位稍微去看一下 这些资源 先去看一下 这些资源 那么 看一下 ayr